皇帝内经在描述男女生长发育的区别时指出,女性而妻则天鬼至,女子妻妻而天鬼结。 这里的天鬼是中医对月经概称,天鬼包括了西医学中的月经,女子而妻十四,代表着女性从十四岁左右开始,月经就要来超,七七四十九,代表着四十九岁左右的时候,女性的月经就要到尽头了。 简单计算一下,女性一生的月经期,差不多有三十五年左右。 那么问题来了,如果女性月经前后摇摆不稳定,那么人体的生理平衡,是不是会被打破? 这种平衡打破后对人体是有一定的伤害的。 女子以肝为先天,肝藏血,肝系组书血,情绪都受感的控制。 如果女性月经来得不正常,势必会影响到心情,女性的脾气反无常,跟这个关系是非常大的。 我们回到了医学中期,我们来看看清代女科专家父亲主先生,是怎么对月经先后不定期是怎么描述的呢? 父先生在父亲主女科中指出,精水先后不定期,父人有月经来得断断续续的,有月经提前到的,有月经不定期来到的。 很多人认为这是济血亏虚的缘故,而父先生认为,这是肝气欲结肝气不输的缘故,月经的来潮是精水出肾,精水肾脏,而五行生科理论想到,肝为肾之子,那么肝气欲结不通常,肾脏也是抑郁的啊。 这是因为子病而母帝有辜负之情的缘故,肾郁闷了,气就不宣通了。 所以月经的来潮,出现前后的断断续续,肝病了肾必然会照顾,劳结不离散肝,于是肝气或通或郁,肾主司的月经也就或通或郁,前后不定时,心情好了,月经就来了。 父先生指出,女性月经先后不定期的宝泽,应该是肾肝之狱,责肾之狱一开,方选定金堂,方选中要有,兔丝子,白烧,当归,大叔弟,山儿,白芙令,芥穗,柴虎等等。 父先生还指出,用此方两季则精水肝净,用四季则月经经期会定下来,这个方子是肾肝身的良方,而不是什么铜金的方子。 这个方子的妙处就在补肝肾之精,而不用粒水制药,肝肾之气舒畅,而精通,肝肾之精网而精水就通力,不具精水而月经正常。 这就是中医之根本与西药治标志对症的最大区别,相信中医,而且中医在女科疾病的经验上面,有非常多的好法子,中医历经千年而不衰,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惊人之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